大家好,我是工程果宅 今天的影片就是为大家拆解一下 MySafe的充电器其实只是它一小部分的功能 要再配合它的U1晶片就能发挥一个突破性的数据传输功能 自从苹果手机把3.5mm的耳机插头给取消之后呢 就不断传出,苹果会把所有插头都取消 表面卖点就是手机可以变得全面防水 甚至可以潜水很深的用 背后实际目的其实是把所有简单的线都取消之后呢 苹果手机的用家就会被牢牢套在它独特的周边产品的生态圈里边 跑不出去了 当把所有插头都取消了之后 手机上剩下可以进水的孔就是喇叭了 对应喇叭口进水 苹果还有一个专利技术可以把水排出 这个技术还在现在产品上还没有实施 估计下一步如果需要做一个全面可以潜水的手机会实施 不需要插电充信之后呢 要做到全面防水 还有个重要的技术问题要解决 就是数据传输了 WiFi和BOOT都太慢 而苹果在iPhone 11的时候已经推出了U1晶片 除了近距离定位之外 其他功能还没有在现役手机上发挥出来 MagSafe贴身磁力充电装置正好补上了这最后一块屏图 这三个元素如何结合在一起 达成可真正潜水的下一代iPhone 我们在接下来的影片为你解释 最早的MagSafe就是磁性充电线呢 就出现在这种USB-C之前一代的这个MagBoot Pro 上面的就是这种线 就算这种线以前宣传的它最大的那个优点就是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碰到了就是它这样很容易就掉下来 它不会把整个电脑拉到地上了 摆上去也很容易 这样一放进去你看它这个灯亮了就是它在充电了 之所以Safe这个磁头充电的系统呢 其实之前我们使用这种无线电充电的设备知道 你随便放 放不准它不充 你要放准 这个中间位置对着它才会充 这样就有些麻烦 就你放不准之后你以为它充它其实没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苹果其实早年出了叫App Power的东西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充电器 不同的苹果产品可以随手一放 不用对准都可以充电 但这个东西在宣布一年之后就取消了 从一些网上流传出来的拆解图可以看到 它的原理是用一堆重叠的线圈作为发射充电电磁波的装置 但估计还是有情况无法对准 无法做到当初承诺的百分之一百 随手一放就能充电 失败的原因就是重叠的线圈太多 会互相干扰 另外长时间开会过热 有起火的危险 另外吗 Safe一个好处就是 它这个东西如果粘住了 而且它那个尺寸很小 粘住在后面 它一边冲的时候 你可以拿这个手机一边玩 一边拿到耳边听电话 这样可以拿来拿去都照样在冲 然后它体积小的时候 你可以拿来拿去做其他事 包括听电话啊 还有甚至看剧啊 什么这样的 这种玩法就在这种传统的 这种充电器上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你动一动它就不充了 另外有一点大家吐槽的是 说苹果现在不再附送 这个这种小X充电器了 你买了几袋以后 有很多个这个东西了 其实这种东西 我都放到一边没用 现代人你有很多很多东西 需要这样充电的时候呢 其实你每一个充电 都要插一个这种电源插座 这多麻烦啊 都占多少地方啊 一个充电插座有多功能的 包括这个充电插座 它除了是USB能插之外呢 浓冲这个Mapbook Pro 现在你要传输这个资料 你还是要插条线来传输资料 会传得比较快 然后后半部我会解释 为什么那个新的MacSafe 除了充电之外也达成可以传输信息的功能 而且这个东西 你只需要插一个电源 就能实现多功能的充电效果 比如这里 是插买不剖的 这个这条线是 给这个无线电充电器了 这条白色线 然后另外两个头我可以接 这是我经常用的这个相机的 照片机的电池 也能同时再充电了 所以基本上一个电源开关加一个变压器 已经实现了四种东西的充电了 Mapbook原装的这个充电器 其实我一直都没用 所以iPhone 12和MacSafe都不再连充电器并不奇怪 为什么在iPhone 11已经推出的18瓦充电器不能用 才最奇怪 这个18瓦一定要升级到20瓦才能用的充电器 其实只是一个幌子 真正原因是MacSafe加入了NFC的身份认证 硬件对应限制 主要为了防止没有购买苹果硬件授权的第三方厂家 生产MacSafe的其他配件 MacSafe既然把苹果手机变得和苹果手表一样 可以连续可靠地进行无线充电 那么下一步就可以全面取消插头 做到和苹果手表一样 全面的防水功能 这方面苹果其实已经帮iPhone和苹果手表注册了一样的专利防水技术 把所有的插头都取消了之后呢 手机剩下最后的外路孔就是喇叭了 苹果手表在这方面的排水功能呢 是用喇叭发出一种超音波的震动 把水由喇叭孔排出去 由于手机比手表的喇叭大很多 难以单靠音波排水 所以第二项专利带有嵌入式水检测和加热器的盖塞 克服了一般的凝胶制的防水边 可能容易受到环境污染和水阻塞的影响 因此苹果的这项专利解决方案就是使用凝胶盖 盖主部分设备 然后在其周围部署电极 通过测量多个电竹相互间的至少两个界面电变化 而该系统可以侦探到是否有渗水 然后这些电极通过升热来消除水 加热元件不是将水推出而是将其蒸发 有了可靠的无线充电装置之后呢 要完成全面无插口的防水手机 还有一个数据传输的问题要解决 要做到无线数据传输 现在的蓝牙太慢 而且如果做大量的长时间数据传输 不太可靠 而且不能保证所有情况之下都有WiFi的可以使用 所以最终还是需要一个有效的把手机连线到电脑 做备份或者数据传输的方法 而这个晶片在iPhone11已经推出 当时苹果只是宣传它可以在短距离做更准确的 AdDraw传档案 而这个储备的方法就是苹果在发布会上有提及 却没有大力宣传的U1晶片 U1晶片这种超宽屏技术 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可以在小范围内做出非常精准的定位 苹果宣传它是在室内的GPS U1晶片还有像UU卡那样的保安身份认证功能 这也令U1晶片有着比蓝牙或者WiFi更安全的数据传输优势 而且这类超宽屏的晶片还有一个独特的特性 就是距离越近它的频宽越宽 当距离接近一倍它的频宽可以增加不止一倍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城市生活空间之中 有着无限的电子杂讯 包括WiFi手机信号还有各种电子设备产生的杂讯 而当两个装置越远 它所需要的发射的信号强度就越强 而这样它所能使用的波段就越有限 同时间因为它要过滤走其他的杂讯 等于同时它也要把自己一部分的信号给过滤掉 这进一步缩载了它可使用的频宽 这说明了为什么距离越短 超宽屏装置越可以扩大使用它的宽屏优势 数据传送的其中另外一个瓶颈 就是大的档案为了避免传输途中被干扰而前功尽弃 就会把大档案切割成很多个小风包 排队分段传送 在这个过程中接收方不断要向发射方回传一组讯号 类似说我已经收到123风包了 你可以继续发456风包了 所以超宽屏晶片在距离越近的时候就越有优势 那个回传确认风包的动作就可以做得越频密越快 而同时因为距离越近受的干扰越小 那个导包的风包就可以切得不用那么碎 这样数据传输的速度和容量都会大大提高效率和稳定性 总结来说MASIFE这种能紧贴在手机背面的充电装置 配合上U1超宽屏晶片 就可以代替USB吸线 实现有效可靠的数据传输 同时又可以充电 这样其实就为完全取代USB和Lightning的数据传输加充电线打下了基础 总结来说苹果的硬件设置和专利储备都已经万事俱备 苹果下一代手机可以做的最大突破就是把所有插头都取消 做到真正5孔设计的真防水手机 这也可能解释了大家的一个疑惑 为什么iPad等已经转了USB-C的插头 但苹果手机还是要维持Lightning的插头 因为下一代已经要取消插头了 没必要在iPhone 12的时候突然又转一个USB-C的插头 关于iPhone的部分介绍完毕 这里也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做机械人的设计师 就是那种像真人啊 像怪兽 像动物类的机械人 由于签了保密协议 我不可以在这里展示 但是上面的片段其实就是在展示一些迪士尼在做的东西 就是一些很类似的东西 和迪士尼最大的分别就是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的时间和预算 但是整体方向是差不多的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